又見幸福 真的是看見幸福了 侯友宜臉上的笑容 藏都藏不住 難道是因為 終於甩掉老三標籤 根據最新美麗島電子報民調顯示 2024總統支持度 賴清德依舊奪冠 但侯友宜跟柯文哲 呈現黃金交叉 以0.2%反超柯文哲 拿下亞軍 藍軍的回流 藍軍的團結 他的民調往上 快速的提升 民調不會一序之間 突然有什麼重大事件 不會民調突然變化 這就這樣 一樣 選舉到了 民調就開始操縱 不過這樣 媒體掌握在別人手中 他要怎麼製作 我也沒辦法 隔著鏡頭 似乎都感覺到柯文哲的憂心 因為另一份風采民調發現 從7月16到8月19 這一個月來 兩個對手 20到29歲的年輕 支持度都增加 唯獨柯文哲下滑了 7.7個百分點 被聯想 難道是跟這個有關係 民眾黨慶的空姐夫熱舞 引發物化女性的爭議 加上館長開直播力挺 扯出賴品於物化動漫議題 讓動漫迷好生氣 似乎也影響到年輕族群 對柯文哲的看法 但柯文哲現在不只得顧年輕選民 還要留意可能獨立參選的郭台銘 選總統始終沒有鬆口 但動作越來越大 只是根據風采民調調查發現 撒卡都的狀態賴科差距10%以內 一旦郭台銘參戰 三人裡對侯友宜影響最小 郭台銘也只拿第四名 反觀賴清德 還有三成以上的支持度 換言之 剩下三個和尚 沒水喝 現在有六成名義 期待政黨輪替 我們只有團結 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聲聲話要郭董別衝動 國民黨軟硬監視 還多次搬出關公 也要求小季跟郭台銘保持距離 能不能讓更多藍軍回流 讓民調作惡妄依 減少變數是侯友宜當前努力的問題 TVBS新聞的 李熊瑋佳琪 台北細鳳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